欢迎收看Fabric的系列教程 那么今天呢我将会给大家讲述Fabric的一个核心内容 这个核心内容呢就是任务 Fabric的诞生其实也源于任务 那么我们写的很多代码也是一种基于任务的编程模式 那么回过头来在讲述具体代码怎么写怎么应用的时候呢 我们先来想一想到底有些什么任务 我们需要写成一个脚本用Python来写成脚本 而且还有一个任务的执行工具这样来做呢 如果按实际开发来说我们可以把开发环境分为三大环境 一个是开发环境 一个是生产环境 还有一个测试环境 如果这样做的话 在一个环境下 它必然要执行一些重复性的 而且是繁琐 或者你不断的敲明铃行 也许会有GUI的交互 但是这些工作呢都通常来说是很琐碎 甚至可以被指令化一次性做完 而且呢在Linux或者Unix上 一切都是文件一切都可以通过指令去完成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呢 我们能把这些繁琐的东西呢 圆语化 什么为圆语化把它写成一个function 假设我发布 那我之前就说Fab Deploy 那我就把发布的相关要做的一些琐碎东西 一次性的做完 那可能它给你省下的时间 你做完一个发布的这个工作 手工来做 也就是十九二十秒 但是假设如果发布给你做 能省下五秒到十秒 而你每天要做很多次的这样的工作的话 时间一拉长 这个迭代写爱的效果 也可能会省下一个很很惊人的时间 那么我们在去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上在动手以前 如果不希望说我对着这个Fab的这个文件 我不知道写啥 那么最好在动手以前 就把你现在在做的一些任务想好 列出一个简单的清单 我要在这里把哪些内容 进行一个自动化 要写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是一个题外话 那么好 我们今天来讲它的任务呢 我也分为两个部分来去讲 一个呢 我们在之前的任务 其实我已经做了一些简单的演示 我们在Fab file里面 只要定义一些函数 那么我在运行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这些函数呢 作为一个任务来使用 首先我需要两个函数 一个呢 我可以去查看一个IP地址 那么我现在所定义的这些任务呢 是属于系统管理级别的 一个任务 也就是说把它定位为一个系统自动化 那么我可以直接去运行一些本地的指令 那这个就要求我们对Linux 或者Unix的指令 我们要有一定的认知 那么 如果我要看一下我本机的地址 显示这些地址信息 另一个任务呢 我就 就显示 我这个机器叫什么名字 那么我们可以用who am 好 那么我们就已经定义了两个任务 我们用Fab指令 我们就看到这两个任务 那如果我任务比较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对任务指令呢 做一个简单的 一个描述 那么也方便我们记忆 那么我们这个是显示本机 的IP地址信息 Fab里面 Fab里可以直接显示这些标准的 Python的Document 也是通过Fab指令 它就可以直接把 我们的这个 注释呢 显示在指令的后端 那么 这是它最传统的一种任务的定义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呢 还有一种写法 就是说 我需要注意什么呢 就我们要注意 如果我在定义方法的时候 我要隐藏掉某一个方法 那我们都知道 Python会习惯于 在它的语法定义里面 会习惯于把一些私有的变量 或者私有方法呢 前面加上 underscore 加一个下航线 那么这个东西 如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应该是不可见的 那如果我加了以后 Fab里实际上是会支持这一个功能 只要你添加了这个underscore以后呢 这个方法就会被隐藏掉 那么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 也可以运用它的这个特性呢 把一些作为帮助性的方法 并不需要作为任务运行的 这些函数呢 给隐藏起来 那这种经典任务的定义 有什么好处呢 显而易见呢 它是很简单 不需要做什么其他的过多动作 它本身就是一个python的文件 那它的坏处又在哪里呢 其实如果说到坏处的话 也是很明显的 第一 我如果这个文件变得很大 很长的时候呢 你就会充斥着很多的这些任务方法 尤其你有些任务方法呢 是公共的 就是直接显示为外部任务 也有些方法呢 可能是私有的 那么这样管理起来 对我们一个文件呢 就非常麻烦 另外一个呢 如果我这个方法函数多的时候 因为没有一个命名空间的支持呢 很容易就造成我的命名冲突 或者我的这个方法指令会变得很长很长 那对于使用者来说 也是一个不方便的一个地方 那么其实Fabric一直在 做这个维护与更新 所以它也拥有一个很大的使用群体了 那么它的一个新的版本里面 它引入了一种新的任务 写任务的一种方式 也去改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 面对的这些问题 它的新的模式呢 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用装饰器的方法 把我们的某一个函数 来进行一个声明 假设如果我在这个 IP address 我这个函数上面 我加上一个Task的 一个Decorator的话 那么我们这里将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你可以看到如果用 Fab-l 这样一个指令的话 本来应该两个显示出来的函数呢 它只显示了IP address 这一个函数 它认为这个是一个任务 而没有被声明 Task这个Decorator的 Who这个函数呢 并没有出现到我们的这个 任务列表中 那么也就是说 只有如果引用了这套新的写法以后 旧的方式呢 它会自动被评定掉 而直接采用Task的 找这些文件中 有哪个地方是采用了Task声明 那么你看 我重新声明了这个who以后呢 它就出现了 重新把这个函数 重新出现在我们的任务清单里面 另外呢 我们刚才所说 我要把这一个方法名 它本来是把这个函数名呢 作为任务名称直接显示 而如果这么长的时候 我并不便于我记忆啊 我就可以选择一个方式 就是我对它进行的重命名 那你可以带上一个name参数 如果我加上name参数以后 那我就可以对这个方法进行改名了 那就算我的方法名很长 但是我在指令集上 我并没有重复啊 那我就也便于我们的记忆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叫做方法的别名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有很长的 假设我有很长的方法 如果我这个who 我希望它的别名叫做什么呢 叫做w 那么我就其实是对它的一种简化 这个也是 我们在Linux上最常用的 一种用简化参数的一个方法 简化参数和简化 那我们可以用alice name alice 我可以指定它的一个alice 假设我这个是w 那我们看 这里出现了什么 其实实际上它就 相当于它这里做了一个指针 重新把你输入w和输入who 其实效果是一样的 对不对 用我输入这样的话 同样 它调用的结果就是who 那么对名称的这个重构呢 实际上也会在我们在做这个任务编程的时候 会经常面对的 那么这个是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另外一点呢 我这里也可以提前去讲的一个部分 就是它对命名空间的引入 怎么来引入这个命名空间呢 实际上我们 这里是一个file的一个py文件 同样的我可以建立一个package 我建立一个package叫做file 然后呢我把这里的文件 我先删掉这个文件 我把它拷贝到我这个 印里面 我先删掉这个 那实际上呢 这里也引入了这个fab这个方法 那我们 我这里打漏了一个i 那我必须有一个fab的包 或者fab file的文件 它这个重新出来 好的 那引入了一个包 其实就等于引入命名空间 那我同样的 我就可以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加一个新的包 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加一个叫setup 然后我在这个包下面 我在这里 同样 不要往这个 不要往这个 我们需要import这一部分 然后呢 我定一个简单的setup 我setup什么 我setupDB 我先写个空方法 合并 我有这样两个函数 那这样这里不会看到东西的 因为为什么 我没有在这个 印里文件 我要把它import进来 如果我import 啊 对了 我这个没还没有声明这个task 刚才所说的 因为我把这个定义为task 所以呢 我们要在这里声明两个这样的函数 把它声明为 好 那么 这里就看到了 我在这个setup里面定义的两个任务呢 在这里也显示了 大家要细心发现的时候 它导入了两次 一个是这里 db 一个是migrate 但是呢 它有另一个引用方式呢 它就是用setup.db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刚才做了 因为我没有声明那个task 但是呢 也同样的出现了这个 我们出现这个连带问题 那么如果import新的话 它实际上 是重复的把它 自动做一个别名 导入到我们的一个根的 根的命名空间之中 那假设我只是import setup的话呢 它就反过来了 它就不会出现这两个短命名的 好大家看到 它只是通过我的这一个命名空间 通过setup.db和setup.migrate 这样就把另外的两个 呃 指任务呢 导入到我们的 这个主文件之中 那么这个 它的意义何在 那其实大家想象一下 知道 因为我们在开发里面 你就可以定义很多 常用的 我们放在跟 跟命名空间中 如果我对一些 其他类别的 进行有贵率比较多嘛 如果我们的命名比较多 可能有setup 有这个deploy 或者呃 还有一些是做maintenance的 做一些维护性的 这样的一些工作 来进行一个分 分门别类 那就会很方便于我们 对大型的文件 或者我本身 这个项目提到很大 有很多任务集 的这种应用 那我 在处理起来的时候呢 会显得非常的方便 那么下来呢 大家也可以按照我所说的 这个方法 先梳理一下 你自己手上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任务呢 你可以写到 你这个任务清单里面 这个fet file 这个任务清单 然后呢 也通过我这个包 这个组织呢 把它给组织起来 然后在实际项目中 去运行一次 那就可以加深我们的这个理解 那么今天的这个课程呢 也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